青春期多吃纤维,降低乳癌风险 最新研究显示,预防乳癌应从小开始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发现,年轻女性多摄取纤维素 有助预防乳癌近20% 若更提早到青春期就开始补充纤维素 可降低更多的乳癌风险 这项研究分析美国第二次护理师健康研究 共有9534名女护理师参与这项研究 她们年龄介于27到44岁 时间从1991到1998年 研究人员分析她们回答高中时期和刚成年时期等 不同阶段的纤维摄取量 分析结果发现,若在刚成年时大量摄取纤维质 乳癌风险可降低12到19% 如果青春期就开始大量摄取纤维素 整体乳癌风险可降低16% 更年期前乳癌风险可降低24% 研究人员表示 过去的研究认为纤维素和乳癌间的关系不明显 而这次则发现 年轻女性纤维素摄取越多 乳癌发生率越低 成年初期每天叫一般人多摄取10克的纤维素 将可降低13%的乳癌风险 10克纤维大约11颗苹果加两片全麦面包 或是半杯花椰菜或菠菜等 这篇研究发表于 儿科医学期刊线上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